滚灯传承800年 舞蹈有招式 做动作的同时呢 我们这个灯呢始终不离手 编制有门道 现在已经有点费劲了 因为要把这个竹子弯过来 从这个口子里穿出来 灶头上面绘灶画 怎样的记忆 让厨房漂亮又吉祥 发灶头画呢 一直就是就这样成功做画 然后就是不搭草稿 直接画画 齿糕做出新花样 传统糕点 如何在创新中 把卖新市场 做一些不同的款式 你比如说像考试季 高考季的一个定身高 状元高 然后像从阳节啊 一个从阳高 各种各样的款式 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一同走进 浙江嘉兴的海岩县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林萌 我现在在浙江省嘉兴市的海岩县 海岩呢 是浙江最早的建制县之一 这里历史悠久 人文晦翠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丰富 而且独具特色 那今天呢 我就带着您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这里的各种 飞移项目 海岩县 位于航嘉湖平原东部 濒临杭州湾 境内地势平坦 水域宽阔 河道密布 呈现着江南水乡的典型风貌 这里因海而兴 因言而复 经历历史的变迁 这座千年古县 也孕育出了绵绵不息的文化脉络 此时 在秦山街道的丰山村 伴随着强劲的节奏 人们正排练着一种 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舞蹈 滚灯 哇 好精彩 你好王老师 你好你好你好 咱们刚才表演的这个滚灯节目 它叫什么名字呀 呃 我们表演的滚灯节目叫 灯运风山 灯运风山 哦 我看到咱们的表演当中又有力量感 又有这种技巧 还有一些舞蹈的美感在里面 对 哦 那这个入门的门槛高吗 呃 不高 不高 嗯 像我这样我也能学一下 当然可以 因为像我们滚灯当中呢 有九套二十七个动作 其中有个传统招式叫王毕改叹 哦 它需要就是一个人的呃 腰伏力量下腰 您来教我一下它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样的 手握着这个灯 嗯 灯就是在灯转动的同时 嗯 脚 嗯 一个后侧布 它要就是人呃 贴着这个灯 就这样一个转动 哦 那我的手是要一直握在灯上的 握着这个灯 那我来协助一下 行 握着这个灯 然后脚这样撤一下 对撤一下 哦 行 对 握着这个灯 对 对对对 非常好 哇 对 是有点难度的 是的 那我了解到就是咱们滚灯 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是 哦 那它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还有什么特点吗 滚灯的话 我们做每个动作的时候 它在不停的转动 嗯 那么它凸写一个圆的特点 包括在做动作的同时呢 我们这个灯呢 使动不离手 将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招式 串联在一起 哦 展现出来 那像您这样带领的 这样一支滚灯队伍 在海盐一共 大概有多少只呀 在海盐 各个乡镇 大概有二十几个 他们参加滚灯表演的人 都是您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吗 哦 不是 那有小的 有大的 一般小的是七八岁左右的 大的在五十岁左右 像这些滚灯的话 制作都是咱们本地自己做的 是的 是我们本地的周师傅做的 滚灯源于海盐 流行于江南 这一当地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2008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刚刚王国中所说的周师傅 名叫周四玉 是当地很有名气的灭家 他专职于滚灯制作已有十一年的时间 周师傅 这些滚灯都是表演用的吗 都是表演用的 它这一个直径有多长啊 一米一 一米一 那这种小的呢 小的五十公分 那您做一个这样一米一直径的滚灯 一般都是一个人来完成的吗 两个人 我自己帮我做的 它做起来是不是会比较复杂 做起来那个打的滚灯你就要吃得到 比竹制品比较简单一点 跟竹制品比起来要简单一点 我看您这边是摆了一桌子的竹制品 我们来看看吧 这些好像都是我们平时生活用品的缩小版 缩小版 这个是 炸黄膳的 抓黄膳的 那这个呢 一件没有冰箱挂小菜的 啊挂小菜的 平时做一个这样的竹制品 一个一般要做多久啊 一个一般来关家间 这个做起来一贴一个 这个一贴搞一个 这个一贴搞两个也行 今年73岁的周四玉 12岁便进入村办的竹器厂学徒 61年练就的老手艺 制作起各种竹编制品 早已是炉火纯青 对于制作滚灯而言 更是信守年来 周师傅 您现在在干什么呀 把这个灭 去了一样打 把这个灭给它抽到一样宽是吗 一样宽 那这个工具叫什么呀 这个工具叫建门 建门 那过完建门之后要下一个步骤是 下一个步骤就 刮刀刮刮 有一些刮 正反两面都刮一下 对刮的 它这里是有一点弧度的 这个有的 一刮它变了就刮了 刮以后呢 就是这个头刮薄 把这边的头给它刮薄一点 刮薄一点 那另外一边也要刮薄吗 刮薄的 这样到时候要拼成一个圆 刮光以后那个尖头 把这个面那个尖头给它削下 这用的工具是什么呀 这个快刀 小的快刀 这个尖头放在那个圈里面 玩那个标记 做一个标记 标记就是一个大小一样 做完标记以后呢 是扎圈 扎圈 我看这个滚灯都是一个大球 套一个小球 小的比大的小100 也就是说110公分直径的那个球 它里面就是55公分的 它这个做才难不难 这个小的比较简单 制作滚灯的用料 都是就地取材 并以手工完成 竹圈砸好 五个边底 各个竹圈交错叠压 在交汇处便形成了 两个对应的五角形 框架做好 五根竹面再依次围绕框架 穿 压 绕 弯 掰 扒 并在此过程中 不断地调整编制的形状 拿上来 然后这一根再从这里穿进来 这里穿进去 好 学会了 都是这样的 我发现它越到后面越难穿了 对 给它穿好 还有一种 你穿去 现在已经有点费劲了 因为要把这个竹子弯过来 从这口子里穿出来 待竹面编好三圈后 便可收口完成 这样一个完整的滚灯 是不是就好了 还蛮漂亮的 现在是可以把它放进去了 可以放进去了 大球套小球 周师傅 现在咱们滚灯 一年大概能卖出多少个 一年两三百个 两三百个 价格是怎么卖的 30公分 包进了150 它的一米五 包进了900块 周四玉制作的滚灯 以订单的方式进行销售 虽然每年的销量 都是稳中有增 但自己毕竟已是年过七云 近几年 儿子周祁卫 逐渐参与到滚灯制作中 这让他倍感欣慰 周大哥 您编滚灯编了多少年了 我跟着我爸编了五年了 那您现在除了在家里面 帮父亲编滚灯之外 还会帮忙干什么 其他的事情吗 还会去山上帮忙 砍桌子 准备原材料 在外面的话 还要去学校 培训学生 如何制作滚灯 然后联系客户 送滚灯 根本忙不过来 周师傅 现在有人跟您一起 做滚灯了 您开心吗 开心的 就是这个 你带来的 就做起来更快 不要加班 不用加班了 以后呢 就是我年纪大了 做不动了 我日子搞得来了 可以好 这人下去 可以传承下去 可以好 我们的日常生活 都离不开一日三餐 而这万家烟火 更离不开各自的厨房灶台 当地呢 管灶台又叫灶头 在通源镇这儿 有一项记忆 它既可以起到 装饰美化环境的效果 又能够传递出各种美好寓意 赵老师 你好 我看您是在气灶头 对 现在在气灶头 那您今天不是 应该来画灶头画的吗 对 画灶头画之间 首先要把灶头气好 我是从气灶头 粉刷 然后绘制灶头画 还有个堆硕 再做木灶篮 最后一道是油漆 所有的工序 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哇 这么多工种都被您包了 对对对 太厉害了 这个灶头是 气完之后 就可以开始画了吗 对 就是看今天能够完成多少 我就粉刷多少 然后画多少 因为这个灶头画呢 也叫撕壁画 一定要趁着这个水分 还在吸收的时候 我们这个颜料呢 也能够吸收进去 这样呢 这个灶头画呢 能够保存的时间就更久 做灶头 绘造画 是当地民间的传统习俗 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2011年 灶头画 被列入第三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灶头画 依灶绘图 适形造型 因而非常考验工匠的整体素养 57岁的赵生波 绘造画已有40年 用他的话说 自己所在的封益村 各家各户的灶头画 几乎都出自他的笔下 我现在已经在画那个祖符 祖符 这画的是什么内容啊 这画的是历史故事 月云大传 路文龙 哦 月云大战 路文龙 这个是月云 这个是路文龙 哦 哦 那我看您这边还打了其他的一些框 这些框里面到时候也要填进去一些画吗 对 这一边呢 我就画鲤鱼跳龙门 哦 这一边呢 画一对虾 然后那一边呢 画植物类的 这边已经有历史故事了 也有一些动物植物了 那除了这些还能画其他类型的画吗 哦 其实灶头画类型很多的哦 除了这些呢 还有风景类的 文阳类的 文字类的 哦 神奇类的 这种等等 根据客户不同的要求 我就画不同的图案 我看您都是直接就上手开始画了 不用打草稿的吗 对 我画灶头画 从来不打草稿 而且是用毛笔一次性成功的 这个是我从小的时候 十岁的时候 我学灶头画的时候 我父亲教的一种方法 一定要用毛笔 把那个纸贴在我们的八仙桌下面 我是睡在地上 朝上画 睡在地上朝上画 是这么练出来的 对这样练的话 就是一个是在目 用目都少 如果用得多的话 要递在眼睛里的 哦 然后呢 你就朝上画的话 这个练这个手镜 就把它一下子练成了 那么一直到现在呢 我就画灶头画呢 一直就是做这样腾空 做画 然后就是不打草稿 直接画画 我看这个灶的造型 好像也挺独特的 是 这个灶头的造型呢 是我们 这个地方特有的花篮灶 花篮灶 它就像个花篮一样 对 下面的形状像一个花篮一样的 除了花篮灶的话 还有长方形的长方灶 还有一个圆形的 我们就叫圆筒灶 还有呢 如果是固执是单个的话 我们就叫它小方灶 灶头画由主幅和副幅组成 组图要根据灶头的形状和大小 绘制出十几幅到几十幅不等 颜色以红黄蓝为主色调 讲究的是画面色彩艳丽 对比强烈 内容丰富且寓意好 让人在炊烟缭绕中 感受着古朴的乡村艺术 所焕发出的淳朴的美 这个灶头太漂亮了 这是您做过的最大的灶头吗 是的 你看到现在的这个灶头呢 内容上呢更加丰富了 它尺寸上呢更大了 那像这样一个灶头的话 您的造价大概是要多少呀 我们是根据工艺要求不同 材料用料不同 然后它所有的工期也不同 像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灶头 只需要两天时间 所以我们定价呢六千块钱 那么这个灶头呢 它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所以呢定价呢 就是要比较高 那灶头的话有没有哪个时期 是它的需求量最大的呀 这个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需求量最大 我每年呢要住一百八十个灶头 那个时候都是在我们本省范围之内 现在呢 现在呢我除了本省范围之内呢 还有河北 安徽 江苏 上海等地 哦 都已经画到省外去了 对 是的 这个台心菜的话只有在这个季节才有 一般三天采一次 采个五茶左右 哦 它是春天的一个限定了 是的 是的 那这个摘完之后它怎么吃啊 我们给它稍微晾晒一下 然后用盐来腌制成酸菜 哦 拿那个盐给它搓一搓 然后放到那个坛子里面 对对对 我们家好像也会这么吃 我们家还会拿这个来做青团 对 在我们当地的话 青团只有在清明节的时候才会有 现在呢我也拿它来做齿糕 齿糕因其在制作过程中 要用到齿子而得名 又因加入了红糖 所以齿糕也叫齿糕 它是海盐当地逢年过节时 最常见的一道传统点心 像王小丽这样 用腌制好的台心菜来制作齿糕 在海盐可并不多见 哇 好香啊 小丽姐 我看这里面有腌好的台心菜 还有豆干 还有笋是吗 对对对 这是您记得一个春笋 只有在这个季节才有的 哦 我看这个馅好像是 咸的 对 咸口的 那我印象里的齿糕啊 它应该是甜的吧 以前传统的齿糕呢 只有一个甜口的 现在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 会做一些改变做咸口的 然后我们在造型方面也会有一些创新 造型上它是怎么变啊 以前的齿糕的话就是一块传统的四四方方的 用刀切的 现在我们会用模具给它做不同的造型 哦 我看看 这上面还有这儿呢 像这个桥迁之喜的话 我们就比较适合搬家宴 桥迁宴用 哦 这下面还有一个是百年好盒 对 你看像这个百年好盒的话呢 就适合那种酒席上用 我们做的这个糕点就很漂亮 这是婚宴上吃的 对 我们还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做一些不同的款式 你比如说像考试季高考季的一个定身高 状元高 然后像重阳节啊 一个重阳高 各种各样的款式 听得出 相对于传统齿糕而言 王小丽在齿糕的形式 样式 用途上 都做出了不小的创新 除此以外 在制作齿糕前的备料加工上 同样有她自己的改变 这是我们浸泡好然后晾干的一个米 这里是只有一种米吗 这是糯米和大米对半开的 以前我们老一辈的话 它需要浸泡一个晚上 然后晾上整整一天 夏天的话它就会有可能会收掉 现在的话我只需要浸泡两个小时 晾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夏天也不会收 对 夏天也可以做 它的干湿度是不是这样也可以刚好用 对 你看这个米我们这样 捏一下 拿起来到这个程度 我们这样搓一下 能够搓成细粉了 这个状态就是刚刚好了 是的 它很方便就搓开了 对对对 我们传统的甜口的齿糕的话 我们抹好之后米粉要需要去拌糖 做咸口的话我们要需要在里面撒一些水 它要撒多少水啊 这个就要凭自己的经验了 那撒完水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过筛 传统的齿糕的话以前老一辈做 他们就直接用手去搓 搓出来其实会有一个颗粒感了 吃起来口感比较糙 现在的话我们直接过筛的话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软绵 有创新有改变 这让王小丽的糕点店经营的有声有色 但在七年前 这个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齿糕 并没有市场 那当时还是家庭主妇的王小丽 究竟是如何做的呢 做传统纸糕 跟我婆婆学的 其实老一辈的人都会做这个传统糕点 但是没有人去售买它 有的人很想吃但是买不到 所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 刚开始就猪猪娃娃娃 想叫两个人叫叫养老金好了 发了圈之后呢 大家没想到反响都很好 然后一些年轻的朋友就会给我提意见 就说能不能在造型方面 能够外观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当时就是口感上面啊 包括造型上方面都稍微改进了一下 然后第一次订单的话有个100块钱 也很开心 非常开心 虽然第一次的销售收入并不多 但朋友圈的反馈让王小丽 就此确定了自己事业的方向 现在她一直在创新 人家要是跟着我们也没事 都在我们后面 我们已经赚到钱了 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如果没有家里人支持 只靠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 特别是我婆婆 她曾经跟我说过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做的都为了你们小的 她说我做的再苦再累都没有关系 但是真的很感动 然后我老公的话呢 也是看我们店里比较忙 就是小孩也顾不上嘛 也是持去了单位的工作 回来帮助我们 然后我们一家人把这个糕点 就是把我们这个传统纸糕做成了 2020年 尺高被列入第七批 海岩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路 王小丽也被认定为 尺高制作记忆的 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这个地方老味道 在新思路的赋能下 真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先把米粉给它过筛到模具里面去 给它筛满吗 对筛满 我们均匀地筛到模具里面去 不要只筛到中间 然后我们用尺子 把这些米粉 给它推来推去的 把它刮平 这样你拿尺一刮 它就非常平整了 对 接下来拿出我们的手指 给它挖一个小坑 挖一个小坑 可以转 就这样转大一点 一个一个给它拽大 那到时候馅儿就是 直接填在里面了 对 直接把咸菜笋馅儿 放进去就可以了 放满哦 多放一点才好吃哦 这个还是有点技术在的 台心菜闻起来是不是很香 是的 超级香 我都不敢想象 这蒸出来到底会有多么的残忍 现在我们要在上面 再塞一层米粉 从前面往后这样塞一层 薄薄一层 这一层等下就不要全部刮掉了 刮掉多余的米粉 我们烘焙用的油纸 来 把枕架放上去 捏紧增架和模具一起捏紧 把增架和模具捏紧 然后翻过来 捏紧翻过来 好 按压住 对 垂直往上提 慢一点好了 哇 脱模了 裁员滚滚 裁员滚滚 我脱模成功了 哇 这个是吉祥富贵 接下来就是咱们可以拿去蒸了 对 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 刚蒸好的齿糕米香十足 吃上一口软软糯糯不沾芽 不论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虽然口感各异 但都会让人满口生香回味无穷 皮食量比较大的时候 一天产量可能会达到1000多盒 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些比较实力的东西 比如说2月2的桂花糖糕 清明的清糖 端午的粽子 久久的重阳节的重阳糕 这样整体下来 一年销售额达到150万上下